在围绕天地渊瀑布的临间小路 闻着清香的树香和草香 您的身心有没有得到放松呢? 您将看到的是作为乌托邦路第二个主题的房屋的第一件作品 13号作品《永远的航海》 在如今已消失的港口位置 以象征济州海洋文化的木制伐船和西规浦港地形作为主题 表达了史上未来的济州人的意志和进取精神 这件作品旁边还有西规浦七十里的石碑 传闻西规浦七十里这句话意味着从朝鲜时代金义县的城镇 到西规浦镇之间的七十里路程 现在它象征着留在西规浦市民心中的永远的理想型 晚上在此还可以欣赏通往鸟岛的新园桥美丽夜景 爬上坡顶 走进乡村小道就会看到下一件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